好!我們來開箱開箱了 就是這兩箱完全沒有開過 箱子 蠻大的箱子 看起來很結實 我的媽 這個是另外的椅布 這個是收納袋 這應該是防水鉅子纖維 但這個收納袋用的布是那個 比較不反光的料 不會那麼像化學布 然後你看它這個支線 這個背帶支線有一整個支到底 所以牆都會比較夠 這塊有它的原創設計 就是那個椅背可以調整 這是第二張 這是第二片的椅布 對!這邊是皮的 所以這兩個是 它基礎都是網布 我本來以為是它是整個材質布一樣 所以它 它是用網布為結構 然後附上一個是布的 一個是皮的 來!坐下看! OK!這樣是被挺的模式 來看一下喔 這樣背就是直挺挺的 有靠到脖子 它的椅面膏比較高 無翼的比較低 這也是很兩難啊 無翼的角度比較低 所以你坐會有點蹲的感覺 這角度比較高 如果這樣就是差不多跟我膝蓋平放的角度是一樣 但是用這種矮桌就略高一點 但是它最特別在這邊 是剛剛 往後了往後了 第三階 穩固性 它耐重寫100 橡木跟花梨木 因為它的寬是47 但是扣掉這兩個桿子 實際大概40 所以這個依照我的體重 我算是胖的人了 這個寬度可以 它這邊有一個 透氣材質 可以拆 OK 這可以拆 這可以洗 沒到頭但是其實 到脖子可以 123 5段 其實可以耶 這樣可以睡我覺耶 第5段 這樣其實蠻倒的 應該要做一個大一點的枕頭 對呀 12345 算5段 它有5個卡榫 所以它為了躺 它其實結構上有做一些 例如說你看它這邊 它後面這個角度比較斜 一般這椅子它不會做的這麼斜 它做的這件事 會讓你往後躺之後 可以維持這個穩定性 然後它的確用兩個木頭 手把的木頭跟結構的木紋 就不太一樣 這個網布跟我那個 電腦那種椅子網布有點像 有點彈性的 但其實多元網布也是一個問題 就變成說 夏天可以 要涼快 東天就會太冷 所以它附了另外一塊布 這個顏色也很難形容耶 算是卡齊 就有帶綠吧 然後它背後抹給沾 OK 然後這個是 銀面的 應該是這樣子 所以這樣是適合拿來 冬天這樣子用 這個根外蠻容易 它不用拆結構 然後另外一個比較特別 這是皮的 那這皮我之前有查 它是PU的 真皮應該又不只這個價格 主結構不動嘛 所以它其實這塊布 只是說另外蓋上去就夠了 就連主結構還是那一片網布 這算是酒紅色吧 其實我之前經燒過的椅子 其實背可不可以調 不能說重要 以前我很少買這種背很斜的椅子 因為你當買背很斜的椅子 很適合 那這個的話你就可以 在客廳帳裡面 做挺著 這樣可以聊天吃飯 然後到外面去呢 喔喔喔 至少我覺得它還缺 它還缺一個小凳子 這邊可以跨咖 我們來那個極限測試一下 搖一下 還蠻穩的 因為它這邊 它跟其他木頭椅 這個結構 它多了兩根 一般是只用一根 它是用了兩根結構 然後我看一下 它這邊要拆起來的話 它現在用的是 一個橡膠墊去擋 去固定 然後這邊是五金 這個應該都是鐵的 加螺絲固定 然後呢 這樣收 這是 簡單的收法 變成一個平面 其實我這些木頭椅都這樣收 因為很懶的組裝 其實這個是可以組裝 但其實講真的比較麻煩 好 展開了 這是木頭椅的缺點 它重量是5.8公斤 因為其實這種木頭椅喔 輕的木頭就是松木 要用輕 那木頭就會出 木桌 這也是我現在 沒在用的木桌 它就是松木 它就會比一般的 其他用比較好的木頭桌子來的 重 不能都重 會那個粗啊 因為松木是軟的木頭 什麼叫軟就是 你用指甲壓它都有個痕跡 所以 一下就會舊舊的 我們來拆拆看 把它立到最挺 OK 這樣就是它變 平面的狀態 它要拆呢 第一個是 這邊要拆 頂部要拆 OK 這邊是銅的 這兩個卡榫是銅件 這邊蠻特別 其實 銅啊 是一個很漂亮的材質 所以它基本上拆就是要拆 這一根 這一根 還有上面這一個 它就可以捲 拆這兩邊 OK 頭枕的材質跟做工 這個打磨算可以啊 都有打磨到圓角 它有一個 橡皮 橡皮套 那這個應該用的是 錐度緊配合 所以它拔的時候要撐一下 OK 這邊這裡 它這邊是用的是一個錐度 你看這邊 緊配合進去 所以它比較不會移動 然後這邊是一個染黑的鐵件 這就是為什麼我去錄影廳 很少拆它 因為拆這種大型的木頭椅子 你需要有一個 完整的平面 每次都覺得說 在草地上拆這個 木頭椅子會弄髒 所以通常都不拆 因為其實你拆跟不拆啊 它佔的總容積啊 總體積是一樣的 那只是它從一個平面 變成一個柱狀 那你如果其實事先安排 有這個平面放的位置啊 那其實是沒差的 那你如果說今天東西 可能只能夠放柱狀 那當然就要考慮 好 新的都是比較緊 這第二根 所以它的特色算是這樣子 它一次固定兩個結構 第三根 好 所以總共三根 橫的結構 OK 這樣子感覺比較順 你這抽到我覺得太大了 有這麼大嗎 好 因為它另外兩隻腳比較長 因為它要讓它能夠在倒的時候 穩定度比較高 也會出它很大很多 其實它沒這麼大 還有一個主間忘了 這個 頭這個橫桿 所以總共四根 所以這是為什麼 我這個木頭椅啊 從來沒有在組裝 好 這個放這邊 我之前那個木頭椅 就是它鑽的是一個 方形孔 那就是擴孔 那其實擴孔 那擴孔 本來我覺得不是問題 但是擴孔之後呢 它會讓這個 鬆動 讓它的金屬卡榫會凸出來 凸出來 凸出來之後 就是你扭扭 欸 很敢掉了 就這個問題 那它這個現用是追度緊迫配合 應該就比較沒有擴孔問題 因為它會追度嘛 它逼得比較緊 其實我還是喜歡說 展開好收納椅子 因為椅子真的是要好收納 因為 它常常是露營到營地啊 第一個用的 然後最後收的 所以 你希望它營地一打開 就椅子可以坐 可以看海 所以你在那邊組一張椅子 太累了 那你就希望說 收到最後一個 還可以坐著休息一下 或者是上面可以 放個東西啊 我之前 不收大家 我都是放在最下面 因為這個木頭椅 放最下面比較好放 但這這樣看起來 它其實收完之後 平整度算是很高的 來 平整 OK 這是它的 收成水瓶狀的平整度 其實這個平整度 我覺得放最下面是可以 因為它其實 每一個木頭的寬度 就剛剛好有錯開來 其實上面這邊整個都是平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平整度 我覺得直接放最下面是OK 就是兩張椅子疊的時候呢 可能應該這樣疊 平面對平面疊 這一面比較有突出 像這個卡榫跟金屬 有發現一個不一樣的地方 它的大腿這邊少一根桿子 其它木頭椅 大腿這邊有一根 它沒有 這樣看起來 結構有沒有影響看一下 應該是沒有 因為它這裡 它多了這個鐵 其它木頭椅這邊會有一根 結構 避免它縮進去 那底下 它用這個結構 用這一個鐵件 來增加補槍 讓它這個鐵 比較不會往內縮 所以它是用這個方式 因為你看木頭椅 為什麼它做個斜的呢 有些人做個平的 就會卡到腿 因為你抓到去你看 會重的 會這樣 所以它就活度 然後這個扶手 這個扶手比較寬 這個扶手差不多有那個手臂寬 因為其他幾個木頭椅 是一根大概 一公分 不到兩公分的寬度 這個扶手蠻寬的 其實我覺得這個 嗯 不用質感比較好 因為它其實 這樣子其實也夠圓弧 不用就OK 我看看 用枕頭還是比較舒服 但因為呢 其實夏天這樣子也可以 最低的 其實這樣也可以 它其實蠻平的 因為它 它算是一片木頭 不是一根的 所以我這樣靠頭 嗯 其實這樣子也可以 可以喔 但這樣很危險 所以你看這個寬度是夠的 或者是它這邊只要做一個 製杯架 那個克門特有出 但克門特製杯架不好看 它是特別之下是一個網布 它應該做一個 木頭一個框之類的 或者一個 木頭小桌板 然後就可以這樣放上去 我們給各位看一下 背面好了 賭神角度 完蛋了 會墜 這個真的 會斷片 這一個長島冰茶 很容易追 我的頻道開啟會員了 平常每個月 繳交一點點錢 30塊 可以在我們的直播聊天室 使用專屬圖案 把我想去哪裡 的計畫 事先公布在我的那個 Youtube上面 只有會員 才看到的一個訊息 然後在我的Youtube的 訂閱的旁邊那個按鈕 按一下一個加入 就是加入會員的功能 謝謝各位支持 謝謝 掰掰